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讓人們大幅減少外出的次數 也帶動了電商訂單急劇的上升 但是這些爆量的訂單對於電商業者來說 到底是福還是禍呢? 今天就讓每日商業帶你一探究竟吧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教了一個商業觀點,我是Andy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2020年3月14日 由陳建軍所撰寫 並且刊登在未來商業焦點的疫情禍炎電商 龐大物流壓力讓Amazon南韓電商龍頭吃不消 與1月疫情正式爆發前相比 亞馬遜的股價已經上漲了5% 同時也被列為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而獲利了33家公司之一 網購訂單的暴增讓各家電商業者都滿面春風 但是面對突如其來的大量訂單 這些物流需求也漸漸讓電商平台難以負荷 像是Amazon在部分地區的快速到貨服務 更面臨失靈的邊緣 舉例,亞馬遜的PrimeNow跟Amazon Fresh兩種服務來說 PrimeNow的是提供亞馬遜會員在下單後1小時內到貨的快速服務 但是商品種類有限 而Amazon Fresh則是地方雜貨店跟超市合作 主要提供生鮮食品的外送服務 Amazon於3月中率先發出警訊 提醒用戶在使用這兩種服務時可能會遇上交貨延遲的狀況 根據觀察,Amazon並沒有減少運輸物流的車輛 但暴漲的訂單量實在讓物流無法及時應應 另外一間美國電商平台Instacard則表示 過去幾天內整體的需求成長了10倍 但是在加州、華盛頓等部分地區更暴漲了20倍 由於訂單的驟增 用戶必須等到特定的時段才可以使用這些送貨服務 當然無論是對Amazon還是Instacard 目前所遭遇的需求暴漲還是屬於甜蜜的負荷 但是對於搖隔太平洋的韓國業者來說 那可就不一定是這麼一回事囉 韓國是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重災國 韓國電商同樣也在這一波疫情中迎來爆炸性的訂單 加上韓國是僅次於美國跟中國的第三大電商市場 雖然人口只有5000多萬人 但網路購物的比例卻高達24% 高居全球的首位 Coupon身為韓國最大的電商業者 是軟銀所投資的準度小售 這意外的增加需求卻沒有讓他們露出笑容 由於主要增加的項目大多是低利潤的日用品或農產品 反而因為物流成本造成持續性的虧損 Coupon每日的出貨數量已經從去年底的220萬 在2月中旬上升到300萬 為了因應大量攀升的訂單 平台不得不擴大雇用領時的送貨人員 人事費用再加上物流的費用 也讓他們面臨到賣越多賠越多的窘境 這場意外的疫情很可能加速資金的燃燒 在新冠肺炎的影響之下 Coupon握有的資金可能會比想像中的更快用完 面對新世界百貨、never等等加入電商戰局的財團競爭者 讓Coupon這隻準足獨角獸可能沒有太多時間尋找相對應的對策了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新冠肺炎的緣故讓不少產業損失慘重 但也讓宅經濟興起、電商平台訂單大增 也成為疫情而獲利的產業之一 大量的訂單雖然為電商平台帶來不少的收益 但未來會不會隨著疫情造成物量成本增加或資金耗損都還不得而知 你對電商產業的看法是什麼呢? 留言在下方,讓我們知道喔!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掰掰!